要问五一期间贵阳有什么宝藏打卡地 那一定要去的就是太平路了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贵阳的年轻活力 以及浓浓的烟火气 现在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 走得早跟我一起去太平路逛逛去 太平路的白天可以逛逛中古店和饰品店 晚上就是酒精和宵夜爱好者的天堂了 这一路上都是贵州的宵夜和精酿啤酒 来太平路我一定会打卡这家密制芥末牛肉 把芥末的酱汁淋上去 香气激发之后相信我你一口都停不下来 清香不断刺激着味蕾 滑嫩的口感在舌尖爆炸 贵阳的咖啡店藏着很多冠军 太平路的乔治队长咖啡 可是包揽了世界咖啡冲主大赛 中国赛区连续三年的冠军 日咖夜酒一起感受贵阳的休闲格调吧 另一边贯城河的街盖富涌 这条承载着贵阳人记忆的老街焕然一新 变成了一条生态优美的休闲商业街 快来打卡好吃好逛的太平路 感受贵阳的夜生活 感受贵阳人记忆了一条生态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